网络书店崛起 实体书店的经营是越来越困难 以台北的重庆南路为例 其实在这呢 以前是有名的书店街 全盛时期有近百间的书店 不过现在倒掉有将近七成 为了生存 有些书店开始多角化经营 像是分租给餐饮业者 而有的呢 直接结束营业 转开药局或者是美食餐厅 店员忙着冲咖啡 台北重庆南路上的咖啡店 顾客不断上门 但仔细看 怎么隔壁间书店的扛棒 硬是挂到咖啡店上头 原来大坪数的书店 把空间隔开 让咖啡店进驻 多角化经营就能分摊店租 这么省就是因为 号称书街的重庆南路 书店经营面临生存关头 他们把就是变成用分租的方式 可是那个效果好像 就是只是分摊租 把它成本减低而已 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增加它的销售 书店业者想到心就酸酸的 毕竟网络书店蓬勃发展 真正来逛实体店面的人潮 少掉一大半 也让书店一间接着一间倒 像是这间药局 原本可是老字号的正宗书店 还有这一楼的跳楼大拍卖 只剩张牌刃的出来 这里原本是台湾商务印书馆 书店则是缩水 剩下二楼店面 而东方出版社则是不见了 一楼取而代之的是药局 二楼则是美食餐厅 算一算 原本整条书街顶盛的时候 大大小小至少上百间 现在却倒了清澈以上 那以前会去来这边找书 可是现在正在网络商店发展以后 都会在网络商店找 原这边都是书店 不然就是文具店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都是面包店 不然就是餐厅这样子 看书买书的人便少 加上网络冲击 书店只能做出特色 或是选择多角化经营 那些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老书局 就只能关店 留在民众的记忆里 中文新闻的曾建勋 陈先生台北采访报导 阳 阳